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开启Photo Impact Photo Impact这套软体呢 它目前最新的版本到X3 其实X3这个版本已经非常多年了 好,那在我们桌面上有 在我们桌面上当你安装好软体的时候 就可以在桌面上找到Photo Impact X3 你也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Photo Impact X3呢? 开始,所有程式 所有程式,你从上面 透过这个卷轴往下卷动 我们要去找的是 那个有力公司 Koro公司的Photo Impact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有力Photo Impact X3 可是呢,因为有力公司 这是国人自治的一个很棒的软体 但是它后来为了走世界化 所以它就直接把它的一个软体 卖给Koro这家公司 好,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 它的公司名称换掉了 那我们现在先点这个Photo Impact 点进去 好,然后你就可以打开Photo Impact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 可能请你们练习 开启Photo Impact 还有,例如说,关闭Photo Impact 这边我们就暂时不储存 然后桌面上这个Photo Impact 你可以快速点点一下打开 你看Koro是不是在这边 好,那当你先打开Photo Impact的时候 它就会先问你说 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事 例如说你是要取得相片 还是去进行影像的浏览管理 就是档案管理 或者是你要进行修片 或者是你要建立新影像 好,那当然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关掉这个红色的叉叉 红色的叉叉 我们就从认识整个视窗 来跟你分享起 也就是从开心档案 开心影像开始跟你翻起 那现在就请各位 动手做一下 开启Photo Impact X3这一套软体